好,那接下來今天要講的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我今天要從這個一次函數後面 有沒有帶獎金喔?有帶嗎?有喔?趕快給我看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 再來一次我們講到哪邊?我們就從這邊往下 我們再來一次講對這本題,沒錯 講到下面對不對?那我們再來一次講到判別式小而0的試者,橫負的狀況 那就橫負的橫負現在是有討論過的,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二次函數呢就差不多可以做個結尾 那結尾完我今天就馬上就殺去三次函數 應該今天不等式會交吧?那下禮拜幫我們專心做複習,那ok嗎? 縱使沒有全部交完也是只剩下一點點,來,妹妹你們交到哪邊呢? 三次函數交完了嗎? 交完了是不是?要交不等式了?也還沒,這差不多到後面就對了,你們咧? 你們咧? 你們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極質的應用 第一件事情,你在討論極質的時候,最基本的就是要令T等於複雜的地方 有的時候一整個式子,東西寫的很複雜,又重複出現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單一的T表示 這樣子可以減少位置數的長相的壓力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你如果令T的話就要注意T是不是有範圍限制 例如說,假設如果X大於0 我決定T等於X加上X寸之1 那求你它有沒有範圍的限制 這兩個是導數數的長相 導數的核是會大於等於2 為什麼?用算起 我們知道兩個相加數2 會大於等於兩個相乘 再開根號,加算幾分的 這裡約掉剩下1 把21過去,X加X分之1會大於等於2 這樣OK嗎? 也就是說我們在觀察這個範圍的時候 這個限制條件 那怎麼還會來?叫我這樣嗎? 大於他們怎麼還沒 不知道 不知道 確認一下 在這個基值有可能產生在函數的本身或條件的邊界 舉個例子 這是一個學測理很簡單 但是他這個學測理他說 某個沙漠地區這個時間的函數呢 FT叫做負負T平方 加10T再加11 然後T介於1到10之間 要問最大的溫差是多少 可以嗎?最大溫差多少 那我們第一個看到這個四 可以先配方 FT 負的T平方 -10 工學把負號提出來 裡面要變號 再來我們配的方 是配 所以 我們要的範圍在哪裏 很明顯的 我們的T T是要介於1到幾之間? 1到10的中間 那這個時候1會離5比較近 離10比較遠 所以最大的溫差就是用什麼帶? 最大值跟最少值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來第一個 當T給5的時候有最大值 加36 可以嗎? 再來第二個 當T等於10的時候 我們就要最小值自己 你用10的按去25-25加36等於11 那溫差36-11就是25度 單選4 可以嗎? 可以喔 他會在哪邊? 沒有 他沒回 還沒回 打電話? 我沒有他們的電話 沒什麼覺得吧 喔 我網路會直接 會直接爛掉 沒關係沒關係就先這樣 我叫他們再把課不起來 這樣OK喔?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繼續 像這種有範圍的這個函數 你要做一下練習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他說 如圖等於腰梯形內 一個內階的矩形 那要求內階矩形的面積 那這一條也是5 我記得以前有5 可是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嗎? 這條斜邊是5 好 那這漏掉的條件 把它補充 那這個時候怎麼求內階矩形的最大面積 我們知道內階矩形會在裡面變動 所以我們要去想辦法把這個 內階矩形的長跟寬 表示出來 對不對? 怎麼表示呢? 我先切下來 做兩條牽直的表現 什麼呢?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輕鬆 哦 好大一顆 好 做了牽直一下 這裡是5 可以嗎? 這兩個側邊是幾呢? 很明顯的是 11-5剩下6 一人一半就3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勇敢的 先想辦法去觀察一下這個三角形 3-5 牽直加4 這個牽直的三角形 是一個這個3-4-5很常見的三角形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我要怎麼假設會微枝數會比較清爽呢? 它是3-4-5 所以我令這條水平平平就是3T 可以嗎? 那牽直這個這條幾т 只要4T 所以這條就 San香多少 整條的誓去扣了它這個4T 你注意它保持 3分 4、5 如果我直接假設 ix 那讓它乘上4-3倍 素质就丑了 东卫是吗 我这样子假设的好处 就是尽量让这位置 保持得漂亮 我只是没有打到 刚刚有讲到 没有打到 所以这个五字 没有写到 把它补上去了 同学 那这时候矩形是不是可以算了 因为它是一个等药梯 所以这个矩形的编长 是不是就会有 可以吗 画像 那这个时候这个矩形 它的水平编多少 叫做五加几梯 两个三梯 你要注意左边有夹右边有夹 它牵直是挺 4减4挺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们的矩形面积 就可以假设fx 就会等于五加六t 再乘上4减4挺 可是这个时候你要小心 这个t是有范围 t可以只出去一点点 t可以从这边指出去一点点 这是其中一种t 这可以小到很接近0 到大到3t很接近3 这两个是不是都举行 所以你就知道t 这个时候把其他的变成消掉 t是不是在这里面伸缩 你可以变小可以变大 所以最大3t等于3 最小3t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t的范围就与几到几之间 t就与0到1之间 所以可以改变 改变 那未免 那未免 那未免你有看到吗 那未免你有看到吗 所以展开来就是20 加24t再减24t头 整理一下叫-24t drauf 再加几题 再加4tangi 再加20 你这配方用范围去求最大面积就好了 看一下 5加6提4减4提 对 好 会不会配 配方应该没有很难 所以你们自己再整理一下 我把这个提借与淋到 接下来上面 把-24提出来 t平方 减掉6分之1 这都加了 是细数一半的平方 这有点难配 加细数一半是多少 12分之1的完全平方 再加20 多减再加回 这个12分之1的平方 再乘到20 所以它就等于 -24提减掉12分之1的平方 再加多少 14是约到六分之1 可以 所以这时候开口朝下 我们就有范围 这个数字20加6分之1是几 6分之121 对不对 那这时候这数字是开口朝下的 所以当t等于12分之1时会有最大值 那我们的范围从哪里到哪里 从0到1 从0到1 之间 0到1之间 空间有点不够 但是应该也是还好 那我们就已经解完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当t等于12分之1 会有最大值 6分之1 可以吗 OK OK 这里也不是说 就是要去安排这个范围 比较巧妙的是 这里我未知数的假设是用3T 利用相识把这个其他的编程 其他的就还好 那接下来25题 25题也是个经典点 那我讲完26题 26题我看一下 25题要不要讲 25题要不要讲 25题先略调 因为25题这个 只是用来讨论位置数的另一种问题 跟27题有点像 我不如讲27题 来 他说这个26题 他说2次10系数多项式函数 这个是Fx等于Ax0 加2AxRb 在这个范围里面 他说最大是7最小为3 要求数对Ab的所有可能值 那第一件事情 你要求最大最小 先把它配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来 Fx A1提出来 26题 26题 有26题 Ax0 加2Ax 那再来 加西数一半的平方 加1 再加B-A 可以吗 那继续 Ax加1的完全平方 再加上B-A 可以吗 那我们就配完方 可是这时候你要注意 有两个位置数要找两个条件 只为A-B 对不对 那如果开口朝上的时候 A代理 这图形会往上化 那你要注意 我们的范围是多少 当x在几道之间 -1到-1的时候 会有最大值7 最小值3 你看 x-A-1是我们垂降的最小的位置 当开口最大的时候 当开口朝上的时候 有最大这个开口朝上的时候 我们-1是在这个最顶点的地方 对不对 根据提议 我们的范围 是从-1开始到1 所以由这个图 我们就很清楚 很知道 知道怎么样 当我们的x用1代的时候 有最大值 题目说最大值是几 7 可以吗 那由这个图 我们知道 当x等于-1是最小的时候 当x等于-1的时候 -1的时候 就会有最小值 最小值 根据题目是3 所以来 这时候x用1代进去的时候 根据题目说 x用1代是7 所以f1 就等于带入任何一个四值都行 在最上面好了 用1代a加2a加3a 再加b 再等于7 那另外呢 x用-1代为3 用-1代这里消掉 剩下b-a 你也可以用上面代 随便你哪里代都行 那当x用-1代的时候 这要多少 就是要做b-a 就等于3 这样ok 那利用这两个式子 利用这两个式子去连力 是不是可以解除我们要的解 继续往下解 这时候这两个连力的时候 1次跟2次 一个有加b 一个有减比 两个相减 会得到这个4等于4a 所以a等于1 1 那b等于4 b等于4 所以这个时候ab 是不是就有第一组解 ab 就叫做1 这是第一组 这是我们在开口朝上的安排 可以吗 这一题是这个一题文图里面 非常经典的这个 这个指考的考证 那这一题出了非常漂亮的原因 是因为他开口朝上朝下都要讨论 而且解不止一个 然后你还要带这跨图带放 我有很多很完整的复习 那如果开口朝下呢 也一样 开口如果朝下 这时候x等于-1 就变成了最大值 我们的范围在哪边之间 在-1到1的中间 这时候由这个图 开口朝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当x在这一题里面 用1带是最小的 另外呢 当x用-1带的时候 会有最大值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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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3a 加 b 叫做 3a 另外的 f 負 1 用負一代就是 b 減 a 這時候是其他 那開口朝下一樣的去解兩個式就好了 假如不是 3 跟 4 那 3 減 4 你會發現 a 等於負 1 b 等於 6 所以 ab 叫做負 1 有兩組答案 一個是往上一個是往下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一題也是蠻常考的 不難但是很漂亮 你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一步一步的知道要怎麼做 一直往下做的話 那這一題就不會很困 可以嗎 好 加油 用力 沒問題 沒問題 這對他來說不是這麼麻煩的 來 來 這要跳 OK 那我們繼續 天氣冷靜 你們要好好保重身體 不要感冒 東西 就是學育群 我問你喔 你們有想要去台北換一換嗎 因為我之前我在疫情之前我是會 會有一個活動就帶大家去 去台大政大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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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一走以後 通常我會在台北就是帶你們去吃個飯 因為我覺得在台北吃飯也蠻不錯的 當你在新竹吃飯吃久 你會覺得很恐怖的一件事 台北物價好便宜喔 真的 新竹物價已經比台北高 而且高不止一點 我跟你講就是一碗 一碗那個麵你知道嗎 大概高了10塊以上 新竹新竹新竹鵝阿米少有放鵝阿 你知道在市區可以賣多少錢 可以賣到70到80塊 很刺激喔 好來 我家邊有管理 有面前 先賣120 那我們來看27比 27比27比27 你要給他什麼東西 那就趕快給他 趕快給他 你幫他喘一下 不要讓他那邊這邊 對 好來 這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x大於0 我們要求x加x分之1的最小值 那我們知道這是導數核 所以呢這個第一個導數核可以用算幾 x加上x分之1除以2 所以大於或等於 兩個相乘 台北號 那約掉這裡是1 把2移過去 所以x加上x分之1 會大於等於2 第二個說如果x大於0 我們要求這一個是指的最小值 同學還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 為什麼要有x大於0的前提 為什麼要有x大於0的前提 最主要是因為如果x大於0 最主要是因為如果x大於0 如果x大於0的數字 才可以使用算幾步的事 你知道嗎 所以這裡才可以用 那我們繼續往下來看的時候 第二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x加x分之1 重複的出現 是不是可以把它視為一整個像 可以嗎 如果把它展開 哇靠這個有倒數的平方 差了4次很難處理 所以不如我們這時候就定 t等於x加上x分之1 那這時候由d小題 就知道 t大於等於2 那我們fx 就可以寫成什麼東西 交道 t的平方 減2t 加5 也就是 t減1的完全 平方的加4 我配的比較快 這裡比較減輕 x 乘乘x 乘乘x 乘乘乘乘 算幾內 乘乘 那繼續往下寫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個4子配完放的時候 是一個開口朝上 最小時為1式的拋物線 可是不要忘記 我們的t的範圍是從幾開始算 從2開始算 可以嗎 所以這裡 當t等於20 會有最小時 用2代 2-1的平方加4 叫做5 t用2代是最小時 可以嗎 因為t代等於20 所以這時候有這個圖就知道他用2代是最小時 那此時x一起 同學 此時度有 x加上x分之1 會等於2 那想辦法去解x 算在x分之1 乘以x去一項整理 會得到x分之1 當x分之1代的時候t是2 那這個4則最小時之度 可以嗎 就這樣 OK 所以你另t的時候你要記得去觀察 這個4則範圍 p和2代 2-1的平方加4 對不對 就是有這個結果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發一下新講義 來 那個 不好意思 這看得懂嗎 算幾看得懂嗎 那這個範圍從2開始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算幾當t等號等於2的時候 會有5 那我們再回去看數可以去解x 那這個字子會不會解 把全部乘以x再移一下 然後去配方 算出來x是1 我只稍微講快一點 好來 兩位好 來 你們兩個 妹妹 你好 好 這個同學我再說一次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歡迎你們過來 看看書 好不好 拜託拜託 有空 再來看看書 那禮拜六下午 我會去這個 一個遙遠的這個 這個 叢林上課 那晚上早上 早上我會在 我跟老師那邊 那晚上我會在 禮拜六晚上我會在 然後禮拜天 禮拜天的話 我 白天早上晚上會在 那你們也可以來這邊看書 好不好 8樓可以看書 我歡迎你們 然後禮拜天晚上的話 我會 給一個大型的輔導 另外的是 會一個姐姐 來這邊陪你們這個 輔導物理 好 跟數學 好 我昨天有被那個 那個姐姐輔導 他幫我化學 怎麼樣 他搶 他還不錯 那個 昨天我有請一個輔導姐姐 那輔導姐姐也是蠻聰明的 他是一個很快樂的 就是一個happy girl 來同學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個三次函數 三次函數 今天我會講的比較輕快一點 今天會講的比較輕快一點 那這個 這個也不用擔心 我盡量有問題 就 就趕快問 輕快的把他講 這絕對是更好看的 這絕對是更好看的 來首先第一個 這個先講什麼叫 遞增或嚴格遞增 遞增 就代表越來越多 可以嗎 嚴格遞增 除了越來越多以外 中間還有一個 嚴格的特質 那遞增的話 是什麼意思 這當x增加的時候 我們的fx對應的高度會大於 等於前面的高度 遞增有一個等號 可是嚴格遞增這裡有沒有等號 沒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遞增的圖 可以長怎麼樣 一個遞增的圖形 它可能可以長這樣 往上走 休息一下 再往上走 這個叫遞增 可以嗎 x越大的時候 y越大 可是他可以有這個水平的地方 可是如果是嚴格遞增呢 嚴格遞增就代表 時時刻刻要一直往上走 沒有中間可以休息的地方 看到嗎 嚴格跟遞增就差在這邊 那寫成數學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遞增就是 保持順序 x2比x1大的時候 那fx2或大於或等於fx1 可以嗎 大於或等於遞增 那如果x2大於x1 那對應的結果 只有大於沒有等於 就是要嚴格遞增 可以嗎 那遞增有什麼特徵 會顛倒順序 如果x2比x1大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順序反而會顛倒過來 所以遞增 化成黑色 嚴格遞增 這樣懂嗎 可以嗎 一個是x2比x1大的時候 對應的高度度會小於等於 可以嗎 fx2會小於等於fx1 一個是小於 OK嗎 這有點倒口對不對 我就拿一個圖來給你們看好了 這個另外的畫一次 來 我就看第一個是遞增 遞增的圖 它的特色是這樣的 數線越右邊越大 越左邊越小 如果x2比x1大 可以嗎 這時候它對應的高度可能可以想等 或者是怎麼樣 比另一個來的大 這裡就fx2 fx1 可以嗎 遞增就是說當x2比x1大的時候 對應的高度也比他對應的高度大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可以 那可以相等是遞增 嚴格就不能相等 所以要這樣子的話 那什麼叫嚴格遞減 對應的地點 嚴格的地點是當x2 大於x1的時候 反而反過來了 fx1 會大於fx2 這個圖我就用嚴格來講 好不好 嚴格是不會相等 高度不會相等 所以這個圖不可能長成這個樣子 來 當x2比x1來的大的時候 所對應的高度fx2 反而小於fx1 這叫地減 可以嗎 可以嗎 看看 fx2 反而比fx1來的小 給他往下走 OK 再來我們來看 基函數 首先什麼叫基函數 基函數英文叫r function r function r function是滿足 f-x 所以等於 負的fx 這東西你可以看成用1號代入 結果會是1號 用1號代入 結果會差一個負號 這叫 基函數 可以嗎 那最有名的基函數 就是fx等於x的三次 你看 右邊 用1代 是正1 左邊用負1 負1代 結果是負1 這裡用2代有一個8 用負2代 負2有一個負8 你有沒有發現 正負1號的時候 帶入的結果 是不是也是1號 這就叫基函數 那基函數有個特徵 就是這個圖形會對稱於什麼 圓點 可以嗎 對稱於圓點 這個是點對稱圖點 可以嗎 對稱圓點 那再來 什麼叫偶函數 偶函數的英文叫 even function even function even even function 是偶 偶數的意思 那偶函數滿足什麼條件 你不管用正的代 用負的代 結果都一樣 這叫偶函數 那這個圖形會對稱Y軸 例如說 二次函數最有名 用這個1代 叫1 用負1代 也是1 用2代是4 用負2代也是4 你會發現這兩個圖形 真真切切的對稱我們的Y軸 可以嗎 對稱我們的Y軸 基本上來說 G次方函數的話 會變好 所以G次方的函數 只有單一個項 絕對是G函數 偶次方的話 偶次方是已經是正 對不對 所以偶次方的函數 通常都會是偶函數 可以嗎 那我們來驗證一個小東西 寫在這邊 如果 G加G G函數跟G函數疊起來還是G函數 例如說 fx 等於 x3次方 減掉 4x 加的好了 好 同學 你會發現這個也是個G函數 3次跟1次 這也是G函數 因為你看如果用負的代 這邊負的變負x3次方 加4x變減4x 整個值會差一個負號 全部都是正的 後面全部都是負的 這樣可以 這就叫做G函數 所以G函數加減G函數還是G函數 那相對的如果偶函數也一樣 偶函數 如果加減偶函數 他的結果還是偶函數 可以嗎 例如說 fx等於x平方 方加1 同學長數是一個偶函數 對嗎 因為他是0次 0當偶數 所以你看f-x 這也是x平方加1 還是一樣 可是如果G加 是不是有的要變號 有的不變號 這就 都不是 好 最近這個我個人這個開始在玩 我跟你們講過嗎 我開始在投資比特幣 有講過嗎 有 上禮拜 沒有嗎 沒有 沒有 我還是你 只有你給我講 我只有跟你講 因為你有來 家裡有來 然後結果比特幣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你不是說你 心臟超大可能 我跟你講我賠了1000塊 結果隔兩天賺了4000塊 結果今天又賠5000塊 我吃完飯 這個錢本來從賺 本來從賺時間變成跌1000 你知道嗎 Oh my God 傻眼 這就告訴你 一瞬間 一瞬間 比特幣一瞬間跌了10% 比特幣 我就是 我有在投資 反正這個投資 我就有投資一些這個虛擬貨幣 這樣 然後呢 虛擬貨幣波動本來就很大 因為美國股市都是可以 無量上 通過下來 對 然後結果這個 今天我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吃一頓飯 損失了5000塊的感覺 現在又變得 賺1000了 所以我也搞不太 這個 這個新加很大 可以 來 這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單向的三次函數 同學 這邊 最主要是看懂 所以我們來用Decimus 我們好朋友 Decimus來跟我們一起看 這邊用Decimus去感覺 去觀察 他的圖是最好的學習方式 我說真的 因為Decimus直接把 這圖畫給你們看 來囉 第一個圖叫做 Y Y等於X的三次函數 X的三次函數 X的三次函數長得這個樣子 Y等於X的三次函數 有沒有看到像這個圖形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我問你 最高次相為正還負呢 是不是正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 圖形是往右邊上升 可以嗎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Y等於4X三次函 會有什麼現象 如果是前面多一個係數 是 那是 哇 圖形是會長得更快 變得更瘦 你有懂嗎 為什麼變得更瘦 因為你用E代 是會增長得越多 這係數越大代表 每個一單位 就會長得越多 所以這時候 就變 變瘦了 可以嗎 好 那如果負的呢 同學 負的圖形最明顯的特徵 就是他會往右下跑 因為你當X變很 大的時候數字就變得很負 我看到會 往右下跑 往右下跑 這是負的數字的特徵 那這時候也一樣 可以嗎 就有這個現象 那這兩個圖不管是用正的跟負的 你都很 明顯會發現 是中間這 這裡 是我們的對稱中心 這樣懂嗎 OK 我們用正的先開始 你看 你用E代的時候 它結果會是1 你看 你用E代結果是1 對不對 你用負一代 結果是負1 你用E代結果是負8 你用負二代 結果是負8 可能負二代結果是負8 在附近 這樣可以嗎 那你用負2代 你用負2代 對稱我們的圓點 OK 會對稱圓點 好 那回來講一看 一大比一小都看 那來看一下 如果是一個單向的式子 單向長成這個樣子的式子 這時候對稱 這時候對稱於原點00 那這00就是我們的對稱中型 三次函數是一個 七函數 可以嗎 那接下來我們來玩下一個遊戲 叫拼移 可以嗎 拼移完我們把這一頁講完 然後做個例子 就給你們休息一下 來 這個一樣的 玩一下這個decibles 真的真的用decibles 去想 去看最棒的 來 例如說 y等於2 x3次方 你會發現他的中心有個點度 不要叫幾 00 對不對 00在這裡 OK嗎 那 如果我們這裡的x換成x-2 你會覺得會變多少 中心會變成哪裡 20 對不對 可以嗎 這東西是不是跟我們以前的頂點是一樣 對不對 以前平方是不是看頂點 那現在三次就看這個中心對稱的中心 概念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x-2外面後來再加一個5呢 同學 一樣在哪邊 就在25 中心就跑到25去了 可以嗎 往直到25了 所以你知道 來看這個圖形 這個平移跟上下左右走 就是看這個對稱中心怎麼不同 可以嗎 如果是單向的三次式的話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講義 如果右於h上於k 這時候我們的式子就變成y等於a倍的x-h的三次 再加k 這時候對稱的中心就平移到hk去了 那你注意平移完它還是記函數嗎 基函數對遠點看 所以它不是基函數 可以嗎 所以它不是基函數 好 這樣ok喔 下面幾題比較簡單 我們 講完再給你們休息 好不好 休息一次休息 10分鐘 可以嗎 好不好 你撐得住嗎 弟弟 還可以 還可以 好了 那我們來看利益 快速講 利益它有這三個圖形 那要問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y等於a1x3次方 首先同學這個圖用角膜看都知道x0代y是0 通過00 而且是一個三次式 最右下是往下走 所以這個時候a應該是負直 可以嗎 那接下來 y等於a2xR7的三次方 那很明顯的 這裡是不是通過負70 x用負7代y這裡 那這個三次的圖形是往右上走 所以a應該是正 a2應該是正 那這個時候這個就知道這是gamma2 這是gamma1 那這四次方同學 四次方的圖應該跟二次方比較像 對不對 應該有點像一個碗公一樣 所以這是四次方的圖 這是gamma3 那這裡這個中心點就叫負H跟0 可以嗎 所以就可以這樣看 gamma1是第一個嗎 錯 b a1是正來負的 負的也錯 c a2是正的對 a3是正來負的 同學都往下跑 a3是負的 那你要注意負H是不是小於0 第五個是H大於0 對我來說 錯 H大於0 是對的不好意思 負H小於0 所以 H是一個正數 可以嗎 負H小於0 H是一個正數 像這裡可以是負30 負50 之類 那繼續再給你們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如果 Y等於AX的N次加0 這是我們最高次向的話 那這時候 A大於0 初心會往右上升 A小於0 初心就往右邊下降 可以嗎 這個東西可以整理在右上 或是整理 反正這邊講完了 就有一個空間 這邊好 最高次向是正 圖形最後一定往右邊上升 最高次向是負責 其實圖形最後一定往右邊下降 這樣OK嗎 我舉個例子嗎 一樣用DESOMS 真的很好用 像這裡是最高次向正 然後再減掉 減掉100 你看 同學你看 減掉100給X 100 負100 好像很多 但你看這個圖形 後來 是不是經過一番曲折 還是會往右邊上升 有沒有看到 還是 往右側上升 可以嗎 OK 因為你會發現三次方的圖形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如果數字大到一個程度 基本上他長得比誰都快 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時候 最高次向 如果為正 就往右邊上升 就往右邊下降 例如說這裡如果變成一個負 我看到 往右邊下降去 降到哪裏去 變得非常的 醜陋 我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會有這個特徵 那我們繼續往下降 第二題 還有一個四次方的圖形 同學四次方的圖形基本上跟二次方也長得差不多 這個我一定要畫 這個是給你們看 例如說 Y等於 X的四次方 有沒有看到 跟二字比 有一點類似 但是一個是有點像碗弓 有沒有知道 一個有點像臉盆 藍色的是二次的圖形 這邊也像碗弓 然後紅色是臉盆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四次 在零到一之間 它增長是比較劇烈 可以嗎 那四次圖 最後會長比較劇烈 二次的圖形 OK 那我們來看範例 範例的就是用來考 對稱的問題 他說 說點AB在Y等X三次方的圖形 這裡有個AB 那一定也會有一個-A-B 對嘛 因為它是一個 怎麼樣 對稱中心於00的位置 對不對 可以嗎 那這時候 如果變成Y等X等X的 這個三次方加2 這時候圖形 跑到哪邊去了 同學 好了 12去 代表每一個點 是不是都右1上2 所以這裡有一個 A加1跟 B加2 這邊相對的有一個-A加1跟怎麼樣 -B加2 那你自己對就好了 A加1 B加2 -A加1 -B加2 這樣可以嗎 中心它的這個配方的角色 就如同我們二次函數的頂點一樣 就把它想的跟頂點很像 只是一個是 圖形的中心 一個是圖形的最高或最低點 這樣OK嗎 那最後第三題 我們定義兩個函數經過平移 第一旋轉 或者是對秤之後 對秤就是上變下 這要對秤 那對秤代表最高次向的係數變化 可以嗎 我舉個例子 真的這邊 我之前最好的 教學方式就是 一直用Decimals 反不讓你們看這個圖代理找到怎樣 來像這邊是正 這邊 像這裡變成負 就發現 一變好 圖形就沿著XO 對秤 還往上 現在變往下走 可以嗎 最單向式的對稱是這樣看 像這裡如果是2 那這裡-2 這也是對稱 OK嗎 只要係數由正變負 最高是正變負 單向式 就比對稱 那 接下來繼續往下看 這時候對於這個式子 我們要怎麼做 要與 Y等X 三次方全員相等 A絕對是錯 那B是對的嗎 B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上來說 3次4 對稱以後 再往上移 1 這圖是對 然後只是在往上移1而已 那這個3C呢 C也是平移啊 只是平移到中心大力-20的地方 那豬呢 他可以把負號提出來 叫負的 X-1 的三次 我們還是習慣最高次向 這個 寫在前面 X-1 前面 E寫在後面 所以豬就可以稍微變號一下 對啊 這個豬可以這樣變號 負 提出出來 變成X-1的三次 那這個圖 一樣開口朝下通過E E選項呢 E選項可以配方 叫做 同學這個東西 之後會再講仔細一點 我就配快一點 1331 這個 X加1的三次 叫做 X3次 加3X平方 加3X 加1 所以這裡 配完就說 X3次 加3X平方 加3X 加1再減輕 叫做 X加1的三方 再減輕 同學這個是配完以後 是不是跟原本是一樣的 只是 我們的中心跑道的 負一負集區 市長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所以答案 所以答案是 BC 除一 BC除一 四個都是 OK 這個嗎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我們自己看一下 兩個人收集也稍微看 這個是 這題是我剛把前面的 問題跟人家 對 我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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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 往這 你 你 是你 對可以 好好 媽媽都不敢帶回去 我认为你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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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能吃的時候醒到 你還能吃喔 我不是痛 我不是咬不痛 咬不痛 咬不痛 來囉 我和我和你都合作 好 我和你一言 他就好了 嗯 好了 我可以 這個你不要自己介紹 因為我剛才知道 我快要餓吃了 你沒吃晚餐喔 你沒吃晚餐喔 我可以 我快要餓吃了 什麼 執行組合 而且是成功大學 你講還成功大學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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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想要思考 思考 從這個活動 沒有沒有很長 你不要不要太那個 我沒有講過你 你在講這種白癡 我們應該說是熱舞的人本部為曉的 為什麼你也是熱舞 剛剛應該說輸我這個東西 對話好奇怪 我有影響可以 還是讓別看我不能放大招 阿爾法斯 阿爾法斯 我們的答案 阿爾法斯 你 我 我们待在在三五分钟上课 那你等下放学的时候可以下去等我一下 我拿给你好不好 那老师对学费的事情 怎么样 我们也要学费带 我们也要学费带 那就填我 那我再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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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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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是 你是不是 我看看我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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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我看了 那些很難吃 我吃過我覺得很難吃 他那個坑錢 他一碗六十五塊 那些很小的我 那附近有一家好像賣羹麵的 我覺得很坑,一碗六十五塊 在肯德基那邊,然後我覺得又不好吃 都烤水羹喔 我不知道 那他口水羹,我說真的他沒有開玩笑 他們都要口水羹 為什麼 因為不戴口罩 我只知道他們很難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六頁 你OK嗎? 英勇的 可以 你這樣會玩英勇嗎? 我會玩英勇嗎? 我很爛 英勇啊 那你以後會去玩那個嗎? 洗衣機嗎? 洗衣機太難了 洗衣機嗎? 洗衣機 就是那個 你穿白手套在那邊轉來轉去那個 我覺得很腳 那手變得很快 而且我怕玩洗衣機真的會瘦 我看到很多玩的都很瘦 因為超人 看他 那手要一直 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洗衣機很酷耶 等一下 接下來 除了 來這邊 這三次的圖形 只有四種類型 一種是這個 應該說只有兩種類型 應該是四種類型 一個是單項 單項就是我們前面這一種 要嘛是可以配方成這個 這個樣子 三次加K的這種 要嘛就是單一個這個Y-AF三次方式 這是其中一種圖 那另外還有一類型的圖 是這樣 三次跟一次所組成的 為什麼沒有兩次? 等一下再跟你們解釋 由三次跟一次也可以組成圖形 知道OK嗎? 我再想再一次 三次跟一次也可以組成圖形 可以嗎? 那三次跟一次怎麼組成這個圖形呢? 這時候會有兩類 一種是同號 一種是異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 嗯? 就是你三以一 你造型後面有沒有略? 略就是我這個不講 因為這個 我這個解釋方式要 再帶點去畫圖 所以這兩個先略過 那我們先從後面開始 再次轉來 這個第六頁 我們很多課本也是用這個講 同學 同學你看 如果一個三次四跟一個一次四加起來 如果兩個都是正 我就看兩件事情 兩個都是正 那會有什麼現象? 一次的式子如果最高次向是正 這時候是往右上走 這是px 這是ax三次方 那求你兩個圖形疊加 這是不是高度就會直接怎麼樣? 加起來 所以這時候圖形加起來的高度 就會變得更怎麼樣? 上下更劇烈 這樣OK嗎? 我先講1跟3 看得懂嗎? 會有一個上下更劇烈的特徵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兩個直接加 好 那第三個圖 你看 如果 a是正的 p是負的會有什麼現象? 這時候一個往上加一個往下減 會有什麼趨勢? 剪起來是負0 本來是0 一個往上加 一個往下減 一個往上加一個往上下減 剪到一個極限以後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再過來一點點 你會發現這個上下的距離是不是一樣大? 接下來我們的三次四是不是長的就遠比一隻四來的快? 所以我用黑筆去點這兩個相加的結果 看得懂嗎? 一個往上加一個往下減 減的比較多 減的比較多 減的還是比較多到現在 可以嗎?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圖形怎麼樣? 慢慢的被拉扯 到這裡往上跟往下是一樣多的 可以嗎? 那接下來的話 往上就多了很多 往下就沒那麼多 所以這個圖你會發現會這樣 下來一下 會怎麼樣? 上去 可以嗎? 這個圖的總格就會這樣子 那另一邊也是一樣 最後這個圖還是會被這個三次方控制 這圖是這樣 我快速舉個例子給你看 y等於2x三次方 這個就是y等於-x 可以嗎? OK 遇到y等2x三次方一個是y等-x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圖加起來 會變成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圖裡面會有什麼特徵? 2x三次方這個紅線 -x是這個藍線 你會發現這個圖最後兩個是一加一減的 塞在這邊 去對抗 對抗 對不對 對抗到後面 誰漲得比較快 紅線是不是漲得比較快 因為它比較快下去 對不對 那藍線 是一條直線 所以最後它就慢慢的 靠近了什麼紅線了 有沒有看到? 最後就往上走上去 可以嗎? 那有的時候 你看像這一點 像我現在畫的這一點 同學 在這個點的位置的時候 你看這個 紅色是不是正好那麼多 藍色是不是正好那麼多 這兩個底消掉 正好點在這裡 可以嗎? 那像在前面的時候 在前面 在這個點的前面 是不是藍色走比較多 紅色走一點點 所以兩個扣掉是在這裡 兩個長的扣短的就在這裡 可以嗎? 是高跟減相抵消的 OK 那最後抵消到後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圖是不是長的圓筆 是要切直線來得快 所以最後整個圖是就往上去 可以嗎? OK 所以如果它一號 就會有這個上下的過程 可以嗎? 那如果同號會表現上下的過程 加加跟減減 就會 可以懂嗎? 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時候你看到 最主要是正負的意號 所以圖形就會有上跟下的 因為往下跟往上都正負 兩個相反的例 就會互相拉扯 可以嗎?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圖 如果都是正的 這時候都是正的 這是圖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紅色就是兩個圖的相加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個圖就變了 相比起來是不是就跑得更明顯 兩個力都往上 那核力就變大 兩個力都往下 是不是就更加力 可以嗎? 喔 這樣OK嗎? 但是最後還是有誰控制 是不是跟三次方的控制比較近 因為圖形 你會發現 在數字越大 大的時候 這個數字跟三次方越近 可以嗎? 可以嗎? 只是這個圖形會有這樣的類型 好 所以我們回來這個下面看 那如果最高次相為負 兩個都是負的 那就會更往下 可以嗎? 那如果是一負一正 三次是負的 那就會怎麼樣 最後還是往下 再給你們一個結論 對於三次跟一次的話 三次跟一次的圖形有什麼特徵 第一個 三次跟一次如果是同號的話 它是嚴格型的 嚴格地震或地震 加了加更多 減更多 可以嗎? 如果A是正的 B是正的 這圖形會變動得更明顯 負的負的 那往右下會變動得更明顯 可以嗎? 那如果一號呢 它就是有上有下的上下 A大於0 0 P小於0 從右邊看的話 往右上升 那A小於0 P大於0 從右下看的話 有上有下 可以嗎? OK 所以有這兩型 一個是嚴格型 一個是上下型 不是這個型 就是7 那這個時候 如果Fx等Ax3 4加ps 會對稱於0 0 以原點為對稱中心 可以嗎? 以0 原點為對稱中心 這個式子會對稱 看得懂嗎? 因為用正的跟負的代表 是不是正好會差一個什麼號? 差一個負號 這叫什麼函數? 這叫積函數 會對稱於中心 對稱原點 可以嗎? 我想你們應該還是覺得沒有那麼有感覺 所以我們一樣用例子給你們看 如果是三次一次的圖 不管是同號或一號 都是一個積函數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兩個都加了 這個綠線 我把這個紅線跟藍線 一樣把它閃掉 把它按掉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綠線 這還是對稱我們的圓點 看得出來嗎? 以圓點為對稱中心 可以嗎? 以00為對稱中心 X用0代Y是0 可以嗎? 一號呢? 如果是減的同學 也是以圓點為對稱中心 只是它有上有下而已 懂我意思嗎? 它一樣是以圓點為對稱中心 看得懂嗎? 這裡為對稱中心 對稱點 對稱點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是以圓點為對稱中心 對 總之的所有的三次一次型的圖 都是一樣 那再來 如果Y等於AX三次加PX 向右平移H向上平移K 同學 跟這個我們的這個二次函數是一樣的 如果右移H 上移K 那這圖 如果所有的X就會變成X-H 那這個Y再加K就好了 那這個中心就平移到了HK 可以嗎? 也是可以平移 來一樣用例子給你們看 所以Decimals可以讓你們看到實際是怎麼發生 來 這裡是一個00的 那我們來做個移動好不好 好嗎? 來 所有的X都變成X-2好了 好嗎? 最後再加3 中間就發現中心變成了23 你看 23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23點出來 有沒有看到 它重新本來從00 跑到23去 本來從000就跑到23去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標準的型態 就像我們配方的結果 那個標準式 為什麼 二次函數是有標準式 單項函數也有標準式 那三次一次也有標準式 它的標準式 就是把三次跟一次整理出來 再加一個常數 好 這樣可以嗎? 三次一次是就這樣 那這個下面的問題 可以來稍微的觀察一下 每一些圖形不通過24向線 那這就要稍微的觀察跟畫圖了 首先第一個圖 三次跟一次的 三次跟一次都已經整理好了 那這兩個是什麼號? 是不是同號型的? 同號型這怎麼畫? 同學 每一個圖簡單畫一下 這就是一個 地嚴格型的圖嗎? 可以嗎? 嚴格型的圖對不對? 嚴格地增地減的圖 加對加減對減 最高次向為真 那接下來這個圖 不是同號的意號 B是同號的意號 B是意號型 對不對? 意號型就會有上有上 最高次向為正 又上升 一樣 那第三個呢? 意號型指會怎麼樣? 最高次向為負 負正又下降 負正又下降 你会发现我在描图的时候 都会从右半车画 因为最高四向为正右上升 最高四向为负的 就从右边下面开始画 那这个图怎么画 书很击白 书这个图有问题 最主要是它的中心在哪边 在15 可以吗 那这个图它会说 你们通过第二四向线 那这是一个同号型的图 可以吗 同号型的图 另外的是你会发现 用灵带会是 这个题目很讨厌 过灵灵 最主这个图虽然有了平移 15的平移 但是这个图形过灵灵 长这样 可以吗 所以会不会穿过其他二四向线 不会 正好就碰到那个中心的很原点 可以吗 这个题目很击白 正好碰到原点 所以它会不会碰到第二向线 不会 如果是16就会 同学 15这是巧合 如果16就会碰到第二向线 一样 同学 接下来 撒转 谢谢大家 同學,這個圖通過E5 中心點子是E5 可以嗎?E5 但是它是一個對陣的圖,有沒有 看出來這個點子是對陣中心 可是它是正好碰到這裡 所以它是不是不會過二次向線 如果停不出E6會不會通過 E6會不會通過二次向線 E6就會了,同學,這個題目是巧合的 你看E6的時候是正好 正好通過第二次向線,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一點點這邊,你看得出來嗎? 我知道有完眼睛不好 把它放個蛋裡面,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通過第二次向線? 有嘛,對不對 沒關係,來一二三次,第二次向線 好,所以就這樣,好不好 好,那我們繼續回來看 這個問題 這是巧合 所以答案是誰呢? A,不通過第二次向線的有 A 珍珠 這樣可以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第五,如圖所示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那這個圖的話,首先 對稱中心就是我們HK 那請問你是同號型還是E號型? 有上有下是同號還是E號型? E號嘛,對不對? 上下型的是E號 所以這裡有上有下是上下型 所以A是負負的 右下降A小一點點 那P就是正 HK在這 可以嗎? 所以正負可以判斷 可以喔 好 那A,B,C珠可以判斷嗎? A是負的,對 B是正的,對 H正,對還錯 對,K小一點也是對 那E是對還錯 你要怎麼搞出這個四種 你要想辦法代入 你要這裡有-H三次 -H 對不對 那代表X用幾代?同學 X用0代 這個是有三個係數 搭配數字的加減 都是用代入 你是F0 F0大於0還是小於0? F0在這裡 小於0 Yes 對 Good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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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喔 嗯? 沒有了 OK 不要看中心啊 OK 中心點 好 好 嗯 變醜 來 第六題的話 他說對稱於原點 同學 如果對稱於原點 所以要是一個計案數 所以只剩下三次跟一次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0 這裡也要是0 不能有224才會對稱原點 可以嗎 這個對稱原點是討論 積函數的特徵 用正的代跟負的代一樣 所以 Fx等於負的fx 要是一個積函數 那積函數我們剛剛說的 頂多是積數加積數數的函數 所以這兩個是不能出現的 所以A等於0 3加B 也等於0 這OK嗎 看得懂嗎 對稱原點的函數 要是積函數 積函數會不會 因為有二次的話 可以有常數也不行 你不行 常數不行 只能是0 只有三次跟一次 對 前面這裡有寫 這應該不會考 不過我還是教一下 看你們老師無聊想考 我們剛好說G加G的 都是積函數 所以只有三次跟一次 只有G函數所組成的 叫G函數 那常數算是偶函數 1啊這些都是偶函數 用正的跟負的 大概是一樣的 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要是一個 對稱於原點函數 就只能是三次一次的項 才可以對待原點 OK喔 好 那我們簡單的休息一下 我跟袁松換個槽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往下講 休息一下 沒有休息五分鐘而已 OK 那這樣怎麼辦 那你拿 你要吃蛋糕嗎 好 好 那我再幫你問一下 我再看一下有沒有 我幫你拿很擔心 好不好 你要吃什麼 不知道 對不起 沒什麼好吃 沒什麼好吃 我看他等一下會不會叮個豆花 豆花 我會想吃甜的 來丟啊 你都不能 做得很好 真的嗎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 因為當初 和他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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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 感性 感谢 感谢观看 然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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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一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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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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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